有老友說,雖然上星期五中原指數上升0.5% 但有物業代理對他說,這只是幻覺 他由內幕消息,知道大約有5萬個住宅單位 因為業主要移民而賣樓,這次真是繼帝走得摩 不賣樓就笨老友雖然未有打算移民,但仍然委託代理賣樓 我說個代理完全廢話,如果有5萬個單位要放盆出售 物業代理已經忙著坐家,還哪有閒情日志叫老友賣樓 所以絕對不會有5萬個住宅單位因為移民而賣樓 老友說很難證明,他唯有相信物業代理的說話 說到底他們有第一手資訊而我只是斷估 老友說得沒錯,不過我斷估亦有理有據 5萬個住宅單位放售,即時最少有5萬個家庭要移民 以一個家庭有3個人計算,即時有15萬人移民 警方有一個部門可以告訴大家,究竟現在有沒有15萬人申請移民 實質市場判員不足任何香港人要移民 移民島的國家是要香港移民拿一張樑文證 而辦理樑文證地方在灣仔警察總部14樓 根據警方資料,去年發出3萬多張樑文證 但拿樑文證的人不一定是移民 他們或是回內地結婚,或某一些香港行業需要樑文證 例如我最近被一間大學邀請做校董,教育局也要我去拿樑文證 我估計7成拿樑文證的人士用作移民,3成作其他用途 大約有2萬多人用作移民,大約8千個家庭 就算全部都有自住單位出售,數目亦只不過8千個 又何來5萬個單位因業主要移民而出售 所以這只是物業代理吸盤手法 由此反正市場盤源並不足夠 物業代理又想盡辦法增加盤源 不過又老實說,既然知道市場上盤源不足 若果又需要賣樓的話 時機又不是太差,老友說我包丫頸 死都講回生,今手練拜拜都不講就離開 大約一小時後,老友來電話完全相信我說 而文朝只是物業代理吸盤手法 因為她剛行過物業代理行地 spur 發現她的單位正在放盤 我看你了